大家好 歡迎來到微語看時間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2022年10月28號星期五 亞洲時間已經是星期六了 最近我們很多朋友都反映自己的油管賬號被刪除了 也就是被封了賬號了 還不是一個兩個 我知道的就有幾十個 那這些人的賬號都沒有發布過任何的視頻 他們都是用這個賬號看一看視頻 或者是留個言而已 但是油管卻告知他們違反了社群規則 另外這些賬號的共同點就都是反共博主的粉絲 那麼為什麼最近YouTube來這樣的一波操作呢 有一個朋友用英文向油管平台申訴以後 賬號就被解封了 但是留言卻被刪除了 所以我的推測就是 因為最近中共的五毛水軍賬號清潮而出 為中共二十大保駕護航 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頻道下方洗地的 像蝗蟲一樣多 我最近差不多屏蔽了一百多個五毛賬號 大概是為了報復潛伏在油管背後的黑手 就開始封進我們觀眾的賬號 這裡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不論你們多麼習慣了使用YouTube 請大家都去乾淨世界註冊一個賬號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是一個保險的方案 當你的油管賬號丟失的時候 你可以在乾淨世界隨時找到我 我所有的節目呢都會在乾淨世界優先發布 之後呢才會在油管發布 油管上的會員區的節目呀 都可以在乾淨世界免費觀看 給大家這樣的一個backup吧 未來到底怎麼樣發展 誰也說不好 但是呢已經有預言說 大科技公司啊可能都會面臨倒閉 大家在乾淨世界訂閱我的頻道 以後呢我們就不至於走散 乾淨世界的鏈接我會放在置頂留言的位置 你也可以在手機上下載乾淨世界的APP 我相信未來這是我們能夠保持聯繫的一個平台 中共在全世界的滲透一定是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的 因為過去幾乎全世界沒有不跟中共勾兌的國家 誰都想要賺中國市場的錢 而中共利用這樣的機會 已經將觸手升到了世界各國 不過美國已經在清理這些滲透 最近有消息說 美國晶元大廠美滿電子中國區 也開始大幅的裁撤中國研發團隊 美滿電子的總部是在硅谷 但是在中國 上海 南京 成都和北京都設有研發中心 員工有近千人 這是美國的第三家芯片公司在中國區的裁員 今年美光解散了上海的設計部門 德州儀器也裁撤了中國區的MCU研發團隊 並且將研發線前往印度 這是在中國區的動作 未來如果美中對抗繼續升級 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國內某些高科技領域的工作崗位 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 拜登政府對於習近平當局表現出越來越對抗的趨勢 就在中共二十大落幕之後 美國空軍大學下屬的中國航空航天研究院就公開了一份報告 內容就包括中國火箭軍的基地坐標和一些細節資訊 火箭軍是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指揮的 美國發布的報告公開了這支軍隊的九個基地 各部門的地理位置 還有基地指揮官的名字 部門指揮官的名字 以及擁有的配備 組織架構等等詳細資訊 比如其中61基地的總部就是位於中國黃山市 地址是安徽省黃山市屯西區陽湖鎮紅心路40號 詳細的經緯度都有 61基地擁有8個團 還有訓練團 通信團 作戰保障團 綜合保障團 技術 勤務旅 還有裝簡團 無人集團 96601部隊醫院 報告還說 這是毗邻台灣海峽的作戰區域 將成為台海衝突中負責彈道導彈行動的主要基地 還有更多詳細信息 大家想一想 美國的情報工作有多強大 中共軍隊的信息被掌握得這麼詳盡 難怪有人說 這樣還想打台灣 做夢吧 專家說 這個是給習近平的警告 是在提醒他 美國目前在軍事上 科技上都是遠遠領先中國的 你習近平不可以輕舉妄動 我認為習近平並沒有膽量馬上在台海開戰 而且我之前一直都分析 作為一個追求連任 想要成為人民領袖的人 他如果還不蠢 那就一定會在連任以後尋求國際支持 對內也假裝要改善民生 果然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習近平在10月26日 向美國非營利機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年度晚宴發赫信了 說當今世界既不安寧 也不太平 中美作為大國 雙方加強溝通合作 有助於推動世界和平發展 中方願意同美方一道努力 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 找到新時代 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大家看這個內容 非常明顯的就是在向美國示好 我之前跟大家分析 過去跟美國利益綁定的是江曾家族 習江鬥實際上使美國的大資本也受到牽連 所以才會有拜登政府對抗習近平當局這一出 我相信拜登不是為了什麼正義和道義 才會去對抗中共 只不過是今日今時 習近平動到了他們的奶酪 不過習近平想要改變這一現狀 所以努力地尋求跟美國重新建立屬於他的中美合作關係 不過我並不認為習近平能夠重塑中美關係 因為中國的錢已經流失 習近平已經回天無力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習近平只是在尋求和平共處 並不是合作 習近平的骨子裡還是在為了跟美國對抗做準備 那這種說法也沒錯 從中共的本質來看 就算是表面的求和也只是緩兵之計 內心永遠都是想著要稱霸世界 那麼美國拜登政府會不會考慮 跟習近平的中共嚴核繼續合作呢 根據路透社的消息 拜登在10月26日會見美國高級將領的時候表示 美國不尋求和中國發生衝突 還說美國期待著激烈的競爭 但不必是衝突 我認為拜登比較老奸俱華 他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是不想發生衝突 但是這只是一種說法 實際上他的很多做法方面 讓我們看到美國對於中共的態度在進一步惡化 正在將對抗的中心從俄羅斯轉移到中國 美國國防部昨天公布了新的國防戰略報告 稱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形成嚴重威脅 但是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最根本的威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對媒體說 中國是唯一一個想要重塑國際秩序 又越來越有實力這樣做的一個競爭者 他說 從長遠來看 俄羅斯對美國沒有構成系統性的威脅 但是中國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大家從奧斯丁的這番話應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美中關係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就是 魷魚遊戲裡面的那幾個VIP規則的制定者 現在互相之間鬥起來了 本來從二戰以後是美國左派為主導的 全球主義世界秩序 但是現在中共覺得自己的翅膀硬了 想要制定一個中共為主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要說哪個更好一點呢 我覺得不如說哪個更爛一點 其實都是在走向共產主義 只是在走向共產主義進程的這個方式 是以中共為主導還是以美共為主導 沒有深入研究過全球主義世界新秩序的人 可能不會認同我的這個觀點 一隻狼和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其實都是狼 10月27日美國還公開發布了 核泰式評估的公開版本 這個公開版本相對於機密版本是有刪減的 在這份評估報告中有一個重大的改變 那就是美國取消了不率先使用核武的政策 取消了僅僅用核武來報復反擊的單一目的政策 也就是說呢 過去美國是堅持只用核武器來威懾 來打擊報復它過的核武威脅 但是現在針對非核威脅 也可能會動用核打擊了 雖然美國還是說會對使用核武器 維持非常高的門檻 但是這個政策的改變 說明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共的威脅不排除先使用核武 不管是誰使用核武器 對這個世界來說都是一種災難 就像日本廣島的那顆小男孩原子彈 給無數的日本家庭帶來了痛苦 延續了幾十年 為什麼那些統治者的野心和好戰 要讓只想過好自己生活的人民來承擔呢 所以我對於那些研製和使用核武器的科學家 和軍事家並不支持 我認為他們是人類的罪人 當然咯 現在說這些都沒有用 已經有這麼多國家擁有核武器了 包括世界上最獨裁和最極權的幾個國家 中國 北朝鮮和俄羅斯 伊朗暫時還沒有核武器 美國的核態勢評估報告點名了這四個國家 是潛在的核武對手 到2030年 美國將會面對中國和俄羅斯 兩個核大國作為對手 對於北朝鮮 美國的態度是 只要北朝鮮敢使用任何核武 那北朝鮮的金家政權就會被終結 而對於伊朗 美國認為 只要伊朗不擁有核武器 那美國就不會針對伊朗的威脅使用核武 過去我們一直都在呼籲美國 應該將中共作為頭號威脅 沒想到今天美國已經走到這一步 看來人算還是不如天算 一切自有天意安排 中共二十大之後 台灣對於中共武力攻台的預估是 中共可能會在2023年以戰逼談 台灣陸委會主委邱泰三昨天喊話中共 應該放棄用武力處理問題的思維 進行不設條件的建設性的對話 其實我倒更希望美國喊話中共 就像對待北朝鮮一樣 如果中共敢攻台 就會結束中共政權 美國對待中共並不像對北朝鮮那麼強硬 主要的原因還是 美國有很多的利益在中國 很難做到那麼強硬 但是美國已經透露出 2030年之前 會是從中國轉移出利益的過渡期 如果2030年還有美國大企業 跟中共在利益瓜葛上扯不清 那可能就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了 好 今天我們就說這些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次見